第四起争议事件的主人公 以连续剧的方式 占据了上周各大娱乐版的头条 防弹先是MGA 与Charlie Pulse合作舞台 真唱实力遭质疑 此事以歌曲制作人Dogs King 在Ace上晒出原版编曲作节 他明确表示MGA 并未尊重制作人的意见 擅自修改了编曲 导致最终效果差强人欲 一波未品一波又起 朴志明在美国巡演时的照片 上周忽然被扒 照片中 穿着带有原子弹图案的T恤 被指反日 日韩两国网友和媒体恰恰的过程中 包括红白跟会 FNS歌谣记在内的 日本年末电视台节目 纷纷表态 将封杀防弹或暂缓邀约 朝日电视台还发表了公开声明 上周四的日本行程 也突然取消 然而针对防弹的第三波 依然来自网友挖坟 金南俊为某杂志拍摄映照 其中一张所戴的改良款军帽 亦有纳粹图案 美国犹太人人权团体 西蒙维森塔尔中心 发文要求防弹及竞技公司 为此道歉 本周二BitKid发表声明 措辞严谨 中心思想有三 一 不支持战争 核爆 极权 极端政治主义 完全无意向被害者带去伤害 T恤帽子 均为造型师搭配 非艺人私服 因此不代表艺人立场 承认经济团队对造型监管不利 以采取措施与相关组织 及人员说明情况拼道歉 对此本乎只有三个字 一 尽管原子弹T恤的设计师 有千百种解释 但除去政治因素 光导原子弹事件 是全人类的灾难 九年义务教育的历史课 已有详解 二 艺术的确是解读 和表达方式的一种 但同一元素 可以有不同的表现形式 光为思考 倘若有一家日本潮牌 将诗约号船体 而非代表怀缅的黄丝带 硬成T恤 并号称 抨击的是所有不作为的政府 韩国网友又将作何反应呢 三 从B1开始到T恤反日 防弹今年屡屡登上 实证版的背后 并不能排除其他力量的作用 翻番近期日韩实证新闻 会提供不一样的视角 在这类事件中 性命是模糊的 防弹只是当下最合适的符号 可以替换为任意一个团体或个人 而它只有属性是不变的 即当下最有影响力 最适合植入并在短时制的话题 常为热度不虚的名人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